大家好 我是金珍 歡迎來到本週的北見火力頻道喔 今天又來到我們 但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小甜點 這次應該不會再像上次的泡芙一樣翻車 欸甜點真的很難耶 我們這次刻意挑一個 稍簡單一點的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草莓奶球 它其實跟雪Q餅有那麼一點點的像 大變成了棉花糖 然後呢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棉花糖 然後60克的無鹽奶油 跟兩包乾燥的草莓乾 那可以用新鮮草莓嗎 應該是不行啦 因為就咬下去就會變得很juicy 會爆水 對不太好 那如果你想要做別的口味的果乾也是可以的 再來呢我們就是要準備奶粉一包 第一件事情呢 我們要先把無鹽奶油融化啊 然後這個時候呢 在奶油融化到剩一點點小碎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把棉花糖放下去 倒入棉花糖之後要攪拌 喔 它開始陸續融化了 對對對 怎麼有草莓的啊 不是 是這隻 鏟子 在融化嗎 對 我打傻眼 我們會不會吃塑化劑啊 中場休息 拿剛剛那個鏟子 鍋鏟來 我們把塑膠鏟炒成 炒灰搭 這草莓吧 喔 好大顆喔 我們就吃棉花糖跟草莓乾不好嗎 我剛剛也這麼覺得 何苦為難自己呢 欸 好像有那麼一點回事耶 唷 我們今天就要成功了 要等下放涼然後我們再把它拔出來搓成一顆 好 我們現在終於要來試吃我們剛剛做很久的草莓奶球 我覺得那麼有模有樣耶 它其實就是真的沒有什麼難度 那你要控制的地方就在那個棉花糖的地方 重點就是小火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試吃看看 它就很像學Q餅 只是我們是隨著草莓的形狀去做 啊學Q餅就是一大塊正方形的 但我覺得可能我們還是包裹的有點太厚 所以吃起來會偏比較 黏牙比較有嚼勁 因為草莓乾有點酸酸的 然後外面甜甜的 酸酸甜甜其實蠻好吃耶 那我覺得它的一個小秘訣就是在你做完的時候啊 其實外面記得可以把它再包一層奶粉 它整體就會比較乾 然後吃起來的時候也不會一放到嘴裡 就直接扒住你的牙齒不放 我們今天又做了一個甜點 算是成功吧 很成功啊 我覺得很成功啊 而且非常的簡單 大家在家裡也可以動手做做看 很簡單的學Q餅 它沒有餅乾啊 它就是草莓果乾而已 對 只是因為果乾吃起來脆脆有點像餅乾 對 大家也可以替換成自己喜歡的果乾喔 那北建活力頻道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 我們下週再見